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文章是 平凡的世界感动千万人 背后的故事却无人知晓 这位从陕西山村走出的大作家 虽然只活了四十多岁 却用自己真诚质朴的文字 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他的好友贾平蛙曾说 路遥短暂的人生是光彩的 他是以人格和文格的奇特魅力 而长寿的 私人一世 文字不朽 今天就让我们在平凡的世界里 重温那份质朴的感动吧 在陕西榆林地区 清剑县的一个偏远山村里 有一户贫困的农户人家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甚至于一家子 只有一条被子 在儿子王卫国眼里 父亲是一字不识的农民 性格软弱 活得窝囊 过得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魏国小时候 被别的大孩子打了一顿 委屈的他 希望得到家人的安慰 但得到的 却是被家人再打一顿 不要惹事 所以 魏国打小便意识到 你只能依靠自己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亲人 1956年 在贫困的重压下 父亲把七岁的王卫国 过继给他远在燕川县的伯父 成年后的卫国 回忆起那一日 他说 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 感到十分孤独 一大早起来 因为要赶路 早早把他酣行 穿起破烂的衣服 因为衣服的底层都破了 所以十分难穿 父亲带着他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 父亲只揣两毛钱 第一天在清建县城待一天 第二天黎明 穿过这个县城 街道上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 穿着破烂的衣服 父亲掏一毛钱 买一碗油茶给他喝 还找五分钱 离开家后 慢慢一百多公里的行程中 父亲始终没有告诉他真相 只是说 带他到伯父家去玩两天 父亲的欺骗 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痛 三十年来 再没有在这个城里做停留 再也不想停留 不走那条石板街 那条曾将他抛弃的一条路 敏感的魏国 从人们的神态和言语上 感觉到生活将要发生变化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 父亲很早就起来了 他唤醒儿子 对他说要去赶集 下午就回来 明天咱就一块回老家去 魏国点点头 但他知道 父亲是要悄悄溜走 趁家里人不注意 魏国抄近路 来到村边的一棵老树背后 含着眼泪 看着父亲踏着朦胧的尘雾 夹着包袱 从村里溜出来 过了大河 上了公路走了 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魏国咬住牙 忍着没有去追父亲 成年后的魏国 有了一个笔名 路遥 伯父王玉德 也是老实巴教的农民 没有孩子 家里赤品如洗 但伯父稍有余力 拱路遥上学 这对路遥来说 是比任何事情 都让他开心的 虽然时常 为买不起几分钱的 一支铅笔而发愁 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 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路遥衣衫蓝绿 裤子破了 不敢到别人面前 有人恶作剧 故意把他拉到人群里 人人哄堂大笑 路遥的自尊心 被深深地伤害了 可他只能自己慢慢走出 这个伤害 伯父伯母并不太想让路遥上学 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 培养这个养子 让他未来接替伯父的办 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路遥 懂得上学来之不易 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63年 路遥小学毕业了 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 便不让他考出中了 不让路遥念书 这比不让他活着还难受 当时路遥与家里 达成了一个协议 我可以不读书 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 几千名考生 路遥脱颖而出 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服 严传中学 但按照协议 随着通知书的到来 意味着路遥从此失学 可他心不甘 就和家里对抗 但伯父坚决不让他去上学 为他收拾好了劳动工具 逼他到山上去砍柴 倔强的路遥 把绳子砍刀扔到沟里 硬是跑到县城 想办法上学去了 他让两三个小伙伴 家里的大人傍着说 当时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学校规定不让上了 有个大队长帮忙说情 才让上了中学 家里不承认路遥的行为 说他是非法的 但既然上了学 勉强承认了 当时去中学读书 要带着家里的粮食 换成粮票吃 家里每月只给25斤粮食 这还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 但这些粮食根本不够吃 学习完后 陆瑶就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也靠同学们接系 一天一天地把中学读了下来 日子到了1966年 升学毫无指望 被命运戏弄的陆瑶 只得投入到那场 事无前例的洪流中 我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 一样盲目 思想的 精神的 行为的 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 1969年 陆瑶被彻底赶回老家务农 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 那时 陆瑶的梦想千奇百怪 当国际刑警侦探 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 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 总之都是刺激性的东西 那段时间 陆瑶谈恋爱 读书 写字 锻炼身体 1970年 阎川县招供 陆瑶争取到了一个纸标 但是 她把这个名额 转让给了女友林洪 后来 浑身涨创 折磨得两个月不能行走的陆瑶 被隔离 当天中午 林洪 因陆瑶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教 她爱上了一位职工的人员 陆瑶一生 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 同年 陆瑶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 是她的处女作 陆瑶这个笔名也从这篇作品开始正式使用 陆瑶开始不断地发表作品 成了延川县小有名气的人 1972年秋天 陆瑶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 也就是在这一年 在诗人曹古希的努力下 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 创办了牵引的文学刊物 山花 有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 陆瑶是其中之一 延安山花在全国行销几十万册 是当年中国大陆第一版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 陆瑶的十几首诗作也在其中 1973年 陆瑶作为学员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 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陆瑶的人生方向 大学期间 陆瑶制定了严密的学习计划 在能够找到的欧洲文学史 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 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 甚至于钻进阅览室买个饼子就不出来了 把之后的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到中刊号全部翻阅了一遍 看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也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 经常不上课 1973年7月 严和发表了陆瑶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 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大学时期 陆瑶的生活极为简朴 一身灰迪卡福是他的礼服 老三样 白黄玉米发糕 吃饭后 一碗开水冲菜汤 这一年10月 陆瑶到西安 参加了严和编辑部召集的创作作谈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 陆瑶有了接触著名作家的机会 接着 陆瑶相继发表了《姐姐》 《雪中红梅》 《月夜》等一批出色的短篇小说 1976年8月 陆瑶从延安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了文学刊物严和做编辑工作 1978年1月 陆瑶与琳达结婚 1979年 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陆瑶 可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性格上的差异 也越来越凸显 短短几年 两人形同陌路 琳达多时提出离婚 陆瑶害怕给亲爱的女儿 带来很大的伤害 一拖再拖 身为人妇 陆瑶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 曾为了让女儿吃上西餐 跑遍全城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 陆瑶继续过着 两个蒸馍 一根大葱 鸡一顿 饱一顿的 无规律生活 此事前三个月 琳达扶起病床上的陆瑶 她在离婚书上 签了字 生活 日月 就这样一天天延续着 从春到夏 从秋到冻 陆瑶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人生梦想 可她的文学之路 从不平淡 她逆风而动 以超长的勇气和远见着实 写出一篇声讨乱象的六万字小说 她寄给了在全国的各大型看护 可都给退回来了 没有人理解她的小说 也没有人敢发 她说她还要往外寄 如果这次再寄出去不发表的话 那她就把这个作品撕掉 1980年 当代慧眼十足 尤其是老作家秦赵阳十分欣赏 才得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 1981年 陆瑶28岁创作的小说 获得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接着 陆瑶背上简单的行囊 坐上长途公共汽车 一头扎进了甘泉县招待所 开始了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 为了构思这部作品 陆瑶已准备了整整三年 在招待所 陆瑶每天工作18个小时 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浑身如同燃起大火 五官溃烂 大小便不畅通 深更半夜在招待所转圈圈 招待所领导 甚至半夜拉开窗帘偷看 以为陆瑶是神经病 立马给线上领导反应 领导淡定地说 人家写东西呢 1981年6月 陆瑶用了21个昼夜 创作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 人生 他兴奋地带着稿件来到延安 先后寄给几家看护 可一一被退稿 但陆瑶坚信 要么巨大的成功 要么彻底失败 在当时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人生都已经远远地走在了 中国当代文学的前面 最终 人生轰动了中国文态 不仅走进知识界 大学校园 也走进工厂和农村 家喻户晓 小说主人公高嘉林 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陆瑶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 但他到北京领奖的路费 还是四弟王天乐借的 矛盾文学奖的奖金 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 就是还债 王天乐说 陆瑶在电话上告诉我 去领奖还是没有钱 路费是借到了 但到北京得请客 还要买一百套人生送人 让我再想一下办法 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一个获得矛盾文学奖的人 没有路费去领奖 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 人生对于陆瑶的创作生涯来说 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他的巨大成功 甚至让陆瑶生活完全乱了套 无数的信件 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也有人说 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 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陆瑶很不服气 不顾一切地 投入到了平凡的世界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 给自己规定阅读 一百部长篇的计划 家里任何地方都是书 很多书 读过七八遍 1982年 陆瑶开始专业创作 开始了一部 被他作为礼物 献给他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的树 作品的时间跨度 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 力求全景是反映中国近十年间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陆瑶坦言 写作艰难 想起来不寒而栗 一个冬天 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 语言能力都丧失了 很孤单 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 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 自己说服自己 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 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每天吃完晚饭后 散一会儿步 机器似的 工作特别紧张 上厕所都拿着笔纸 一到地方才知道上不了 跑回来放下再去 完全风魔的状态 办公室有两个老鼠 陆瑶写作时 卧在沙发上看着它 实在没办法 叫了几个人打老鼠 打死一只 陆瑶又很后悔 觉得这一只老鼠太孤单 它竟同情老鼠的孤独 只因自己深知孤独是多么实故 有一天火车一鸣叫 陆瑶就放下笔 披上破棉袄 冲到火车站去 是一辆拉煤的车 并不是客车 可它内心 足足地渴望着 有人来看望它 悲凉在心底聚集 慢慢地寒冷入骨 只得叹一口气 便回去 到礼拜天 从房子看向对面的家属楼 灯火通明 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 人人喜气洋洋 享受着生活的欢愉 外面下着雨加雪 而陆瑶只一个人 他站在窗边 直至灯火聚息 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发表过他作品的刊物看过后 纷纷都给他退稿了 大多数认为 不适应时代潮流 属老一套练土派 辗转多个编辑部 最后有谢望新主编的 广东花城杂志发表 平凡的世界 好不容易问世之后 陆瑶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 当头棒喝 评论人士对作品表示了失望 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陆瑶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木 他在木前赚了很长时间 猛地跪倒在柳青木碑前 放声大哭 陆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他却没有停止写作 写完第二部的时候 陆瑶几乎完全倒下了 第一天写完 第二天就爬在地上起不来了 浑身没有劲儿 只有膝盖上还有劲儿 爬在地板上整理稿子 吐完血接着抄 全凭一口气 斜着身子抄完 还得了一种怪病 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 这种病不吃饭 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 悲天闽人感 在陆瑶心里涌气 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 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 我会不会呢 然明知如此 他还是无法停下写作 四弟让陆瑶立即停止第三部的写作 并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陆瑶却说 他已经考虑好了 他要用生命去结束平凡的世界 随着平凡世界一天天接近完成 陆瑶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来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 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扑过来 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影 1988年5月25日 体力日渐衰竭的陆瑶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六年的文学远征 流血 流汗 平凡的世界终于在他顽强毅力支撑下完成 此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全数 评论家认识到这部作品 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纷纷撰稿 寄予高度评价 这是一部具有内在魄力 具有博大辉弘 史诗般品格的现实主义立作 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1991年3月9日 在全国最高文学奖 矛盾文学奖评奖中 平凡的世界已榜首获奖 1992年9月5日 是陆瑶离开延安的日子 也是他进医院的日子 陆瑶已经虚弱得不能单独行走 可他硬是不让人搀扶 但刚刚迈出步子 身体就轻轻晃动起来 一些与陆瑶交往多年的朋友 看到他身上的活力荡然无存 都背过脸偷偷开去泪水 陆瑶举着微微颤动的手 轻轻挥动着 他可能已经意识到 他要永久地离开这片大地了 随后两个多月 与死神的勉力抗争 1992年11月17日凌晨午时 陆瑶开始在病床上 痛苦地抽搐和深夜 整个肉体的疼痛使他缩成一团 看护着他的弟弟束手无策 赶忙喊来医生 医生赶来时 陆瑶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他的血压一路下滑直至为零 弥留之际 陆瑶嘴里深吟的最后的话语是 爸爸最好 妈妈最亲 然将他带到人世的爸爸妈妈 本应是这世上最亲的爽亲 却并没有给陆瑶一个温暖的童年 而是将苦难与痛苦 扎根在他心底一生的人 纵然如此 爸爸妈妈 依旧是故乡故人最眷恋的往日时光 陆瑶在陕北农村有两个家 四个父母 还有众多兄弟姊妹 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 还有故乡的远近近邻 七九八姑 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 都不妄想之位出了名的作家身手 陆瑶急不善精打细算 一生日子过得窘迫 陆瑶为改变自己经济情况 做过不少努力 为了赚钱 他甚至开价五千元 给企业写报告文学 但换来的五千元稿酬 却是陆瑶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 去世后 只留下一万元的存折 和近万元的欠账 平凡的世界 是一部让人笑着流泪的绝唱 有人说 也许陆瑶是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的文学版图上 最后一个殉道者 陆瑶的一生 如同自己在平凡的世界里所写 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 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 欲尽风时的落寞 与仓储一定是水 静静地 留过青春奋斗的日子 和触摸理想的岁月 没有哪代人的青春是平凡的 亦没有哪代人的生命是虚度的